今天我们来剪个大花瓶 先沿着外轮廓来剪吧 注意这个花瓶的肚子特别的大 我们要剪的圆润一些 接着把这几个月牙来剪一下 这个位置是要剪毛刺的 先开剪 修剪一下 剪毛刺的时候要把这个地方反过来 从有对折的这一面开始剪 剪毛刺的时候我们要左手将纸张捏紧 防止纸张错位 那么剪刀左一刀右一刀的交叉来剪 一边剪一边向左移动 那么你的手指是根据剪刀头往前前进的速度 也是有规律的向后撤 咱们大家注意剪毛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剪刀手指 剪刀移动的角度和速度 都是有规律的